嗨,大家好,我是Sovilo 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 9月份我适合跟他告白或是采取主动吗? 现在画面上会出现6个选项 那请大家一样静下心来深呼吸3次 想着心中的对象、姓名、出生年月日、长相跟声音 选好了吗? 如果还没的话,记得这时候帮我按暂停及回放 然后我们就要来公布占卜的结果 嗨,亲爱的大家 我们现在来公布1号牌的占卜结果 会不会紧张呢? 好,我们先看1号牌 先看天使回应它 这是最直白明确的 第一张出现了 哇,还不是时候 怎么办? 好啦,其实还不是时候呢 以我的感觉跟经验来讲 你没有被天使打枪啦 还没有被打枪,只是说是 现在还不是时机 对,那为什么还不是时机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线 就是看一下你们先天的一些条件 这三张牌当中我的感觉是 对方要不是就是可能是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就是他有一段关系 只是他在那段关系当中 现在有点停滞 然后他在你身上找到了那种 当初恋爱的感觉 就是一种,或者是找到了 当初他现在对象 以前最原始的模样 只是因为久了 他的另一半已经 不是一开始认识的他那种感觉 所以他有在你身上找到 了解我意思吗? 但是还没有爱上你喔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距离有点遥远 然后加上常常在言语间那些价值观上 并没有非常的同步喔 所以是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些氛围在 可是真的要深聊的那种 心有灵气的感觉还没有 好,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一个线索 就是在要跟你做一些 更深入的关系 长期的承诺目前来看 他还是一个不成立的 还有很多的疑慮 然后很多线索不够明确 资讯 资讯有点乱 所以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好的统合 所以目前你们想要更进一步 是不太能够的 那就更别说是要跟他告白 或是采取主动 然后再看看你们两个人之间 氛围上 其实确实是有一些 小小电流啦 但是 还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电流有可能是 一种 我刚才说就是 对方他是有一段关系 然后 那关系陷入了一个 比较停滞的状态 然后他可能在你身上有找到那种 他已经一望许久的恋爱的感觉 还有一个线索 刚才其实肉讲了 刚才说是一个是对方的对象 那如果对方不是有对象 他真的没有 你确定他没有的话 就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嗯 你们两个人的 模糊不清的关系已经很久了 可是一直没有 往更明确的方向前进 所以 关系有点卡 然后 那种火花有点减退状态 所以一样 回到问题本身 要告白的话 还不是时候 可能得要重新培养 那个感情 就是我再整理一下 第一种状况 是对方有关系的话 其实还是先等 等对方想清楚啊 等到更适合时机 可能 基本上有 对方是有 男女朋友的情况 也是不建议介入嘛 那不如就是 你先把情绪都抚平 然后把关注力 先放在自己身上 然后等到对方想清楚了 看看有没有要跟 他原本的关系 就离他原本的关系 再来谈 谈未来 因为你现在 硬要去告白 也不适合 因为对方 如果是有对象的话 这 我真的道德观 比较传统 我觉得不太好啦 当然不一定啊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你真的想这么做 我也不会去批反 只是在我的道德观 但是觉得比较不好 然后 感觉部分是有 然后另外一种 就是暧昧许久的 就是对方确定没有对象 暧昧许久的 关系有点卡 然后那个 火花连结退的情况下呢 就会建议就是 你再去思考 为什么 你们关系会卡住 是不是 那种 连结感不够 可能是 可能是你们在聊天 都比较 还是流于表面 就是那种火花很表面 然后没有办法再走到 更深度 那个距离感都在 那你就是要先去 做好你们的 那种连结啊 你才能够去告白 连结都还没有出来的话 去告白的话 是有点 有点冒然的 对 然后还有 最后一个讯息 这张其实就很明确 很明确 不好意思 应该看得懂 因为我不太喜欢念英文 我发音不是很好 好 知道啦 会会念 但念的不是很好听 所以有点障碍 不太喜欢念 好 你们看这个 就会很明确 我们来解释图片 图像的部分 有一个幸运饼干 然后这双手 却拿不到 就是说 它不是说这个幸运饼干 不给你 而是现在还不能给你 或者是有某些原因 你还不适合得到 就是很适合 很符合一开始这一章 还不是时候 所以其实 我第一个直觉 我第一个讲的状况 我觉得情况 是比较多的 就是对方是有关系 有一段 关系存在的 那这种时候 你其实去告白 本来就 本来就不是那么适合 对不对 这种 说真的 我们小闲聊一点点 因为其实有点晚 我今天不能讲太久 但是小小闲聊 因为我本身 对 非常喜欢给人家 话多啦 话多 就是如果对方有关系 你其实硬硬去 把他 把他 拉过来的话 你之后 你也会有一点阴影 你就会 一种潜意识 就会觉得以后 他会不会这样对你 对不对是不是 所以不建议 那就再等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 我觉得 你可以还是可以跟他 保持良好的互动啊 不是说他 他不OK 因为 目前期下来讲 感觉他是没有劈腿 只是他对对方 目前的关系有一点点的 可能厌倦 所以他在你上 有找到某些感觉 但是我觉得他 对方应该还是在 hold住的状态 所以你们才会有一点点停止 那你就 给彼此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 也可以保持一点的敞开 帮对方留 一块位置的情况 留一点小位置 的情况下 然后 也可以去看看别人 然后 也许过阵子 他真的有想清楚 跟他关系做个切割之后 那就是一个时候 那可能你可以 跟他采取主动 跟他告白 或甚至也不用做这些事 他可能跟你告白 那是最好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二主牌 第二主牌 我们先看这个 最紧张刺激的 贴使回应卡 机会 听看起来很好 对不对 你看这个画风就很棒 一个人然后很多钱币 那你觉得是可以 还不可以 好啦 其实机会 我一开始 刚开始 买这份牌 在帮他占卜的时候 我很容易觉得他是 一个 大大的yes 因为就机会 然后这个图真的看起 有够棒的 好 可是我真的要验证嘛 这占卜要验证 因为我真的 我有售后服务的 我其实 跟我占卜完 你们如果有机会 跟我预约占卜的话 你会发现 然后你们也愿意跟我聊line 不排斥我的话 其实我还蛮会去 蛮喜欢去追踪 你们的后续 就当做这个售后服务 也是可以让我的占卜更进步啊 就是去做了解 我发现这张牌 是中性牌喔 未知喔 它不是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好像正面 好 那我们就来看其他牌子 前世的关系 前世的关系 这张牌很明确 就是你们有课题要修 你们是不是真的前世认识 不一定啦 就看你相不相应前世 但是我很确定的就是 你们的关系不是很顺遂 而且有课题要修 那课题是关于你自身 而且你们两个人都有 然后这课题 其实已经困扰你很久了 好 我有点理解 等一下会很快速的回到原来话题 然后这个部分也是 一种时间 你们就是需要时间去谋的 去谋合 你看 前世的关系加时间 所以 好不要 我要一次讲完 然后再看看你们的其他环境条件 有没有 很多杯食 饱和状态 是一种爱走到了最尾身 然后又 还有爱 可是无法再付出 一种很饱和的情绪 跟感情 然后哇 这张满满的压力 对不对 就是他就是一种 可能 对于这段关系 这段社会加时关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就是 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 状态 对 然后再来就还有这个 就是一直在一种 嗯 循环 然后 重新开始 然后又循环 又进入一个 一个 一个模式 好这张牌 基本上他是中性偏好的一张牌 我很喜欢这张牌 可是 要看旁边的 应该听我讲一万字 他 讨论要看整体牌面 没有一张牌 你只能够直觉说 他是很好的牌 或是很坏的牌 一定要看整体牌面 如果以这样的牌面 组合加前面的组合来讲 这张在这边 我就觉得中性偏 一点点负面了 他那种感觉就是一种 你们有一些循环的东西 一直在 其实所有的线索 都指出来了 然后 有一个其他线索 就是 你有可能 这个关系是女方 年纪比较大 或女方比较成熟的 一种状态 这个 这个东西 有可能也会是 你们的一个因素 而且他 女方年纪大可能 也是有点明显的 不是弄一两岁 一两岁 现在有什么事 他就不要拿出来讲 我们就会讲 至少应该也要六七岁以上 或甚至十岁以上的话 这个时候 其实压力就大了 我刚才讲了 这个压力 对啊 然后 有吸引力 但是卡住了 然后保回 不知道能够再做什么 可能是还没办法 嗯 进入真正的交往 所以你们的曖昧关系 其实应该是 蛮 蛮曖昧的 依这几张牌 不跟第一组牌不一样 第一组牌是有那个 电流 可是 说是不是曖昧 要看认知 看认知 如果认知是比较欧盟标准 比较严格的 有些人可以说 对我而言 这不算曖昧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是 所以 但这一组 我觉得应该是曖昧的 真的是曖昧 而且很曖昧 可能还会那种 虽然说是曖昧 可是还会牵手啊 然后勾来勾去 有可能的 或是对 可能更多 反正就是女方年纪 是比较大的 然后好 这时候回到原来 机会 对 那综合所有的牌 然后加上这一张 比如说这一张 一开始很容易让我 让我啦 没有 不要拖别人下水 很容易让我有误解的 所以我觉得 这样也是属于中性的 所以在这边来讲 我觉得是 属于 No 就是如果以这个题目来讲 就是 现在9月份适不适合 跟他告白 或拆去主动 我觉得 No 我觉得你不如抓住这个 这个机会在这边 指的是 你先好好学习自己的课题吧 想一下你们的关系 怎么了 虽然说你们的连结很多 可是怎么了 去好好侧头侧尾 然后可以跟朋友聊 你们的关系模式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沟通 或者是一些 情绪的东西 很多 然后会 会让你们 就是没有办法 再往前进一步 对啊 如果有想要知道 其他更多讯息的话 帮自己打个广告 可以跟我预约一些 个人占谱 我有一些资讯有 在其他的说明 然后有兴趣可以看 对 所以这一张 我觉得他是属于 偏向No 但他的No 不是很大的No 只是说他 为什么会觉得No 因为其实修课题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 至少暂时是No 因为你不可能下个礼拜 你课题就修好了 所以 至少也要三个月吧 三个月算很快 如果要修一个 一个人的课题要修完 半年以上 然后三个月很快 所以 我会这个时候我就不会讲 什么Maybe 我觉得他就是No 那 可是未来不一定 那你就是要修好自己的课题 那想要了解你的课题是什么 可以来 试着来找我 那如果不行也没关系 他有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占谱是可以做选择 重点是 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真的很重要 他对关系的顺顺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不要 不要一直 Focus在说 对方喜不喜欢你 对方怎么 不跟我 怎么样 不照着你的思考 你的控制去做 重点应该是 你要先认识自己 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 对方的关系 让对方的关系更顺遂 好吗 好我们先来看第三组 第三组牌 好我们一样就先看 主角 保持圣像 还不错啦 好 等一下再给你们讲这张 好 浪漫电视卡 和解 你们是不是以前 有过争吵过 好 应该是 因为我们看一下 雷诺曼 雷诺曼 太阳 跟鞭子 好这代表什么 其实你们常常聊天 非常的开心愉悦 可是你们开心愉悦 也是有一点点那一种 痘嘴的开心 就是有点 在一种开心跟辩 辩论之间的交错 因为你们两个都 就是又很喜欢彼此这种感觉 可是有时候会不小心过头 还真的生气 你们是属于这一种 关系的 就是聊天的时候 很有那种辩论的火花 然后 有时候价值观又很像 有时候又差很多 然后那种变起来 很好玩 那有时候你会 你们会彼此就是 明明也认同对方的想法 但是我偏偏要跟你 找你那个话的缝缝 然后有点要跟你想想 唱反调 或是 你觉得怎么样 那你怎么样 就是有点点这种感觉 所以你们有时候不小心叉叉 可能之前有吵架 所以才会出现这场和解 然后 保持正向也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们真的关系 想要更进一步的话 就用吸引力法则 你觉得 可以 那可以不是只是幻想可以 你要有实际相对应的作为 就是我心里相信可以 那我的部分在修正就是 关于那种辩论的乐趣 可以啦 我也觉得蛮好玩的 但是 稍微还是要 要知道 要有一个最后底线 不要过头 不要变一变过头 然后自己 讲了很重的话 然后对方也会 一定会用很重的话的板机 然后又吵架 然后 如果这样的话 你光保持正向是没有用 就我要跟他吵 然后 我有保持正向 觉得我们会和好 这样不好 因为其实 关系 几次只好吵一下可以 但是 多了会磨损 就是 所以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好 然后 看你们其他条件 其他条件的部分 我觉得你要稍微去 放下那种控制的感觉 你其实就好像爱辩论都很喜欢控制 其实对方可能也是比较爱控制的人 然后 但是我因为看影片的是你们 我们先从自身做起 再要求对方 就是你的部分 你要尊重对方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他不一定是把感情放在一个随时第一位 所以不要用这个东西去跟他吵架 而且你们也是暧昧状态 你也没有那个 那种 更没有那种立场 对 所以他本身是一个比较重视生活平衡的人 所以就是要去尊重 尊重 然后除了生活平衡以外 这个时机点刚好对于 呃 你们来讲也是比较多事情要忙的时候 所以彼此虽然是喜欢彼此 可是 因为太多事情分析 太多事情要坚固 所以你们的连结会忽明忽暗 有时候 就像我刚才给你们看那个太阳跟鞭子 就是 有时候连结好深哦 好快乐哦 就是 哦 真的是很快 有时候又 觉得没有连结 然后好像要断 然后彼此又 有莫名的冷战这样子 就是你们的曖昧关系蛮 蛮 就是我常讲蛮特别的 曖昧曖昧还会吵架那种 好 就那种很可爱的啦 就 就是又要曖昧又要吵架 对很很很妙 好所以就是稍微把它 减少了 可能不会 相战个性能不会一时之间就 没有 但是我们慢慢把它减少 因为这个可能就 我一开始讲啊 这种东西 就要去做个修正 不要一直吵 吵到最后真的感情没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就是你们也常常会言不由衷啊 明明就很喜欢对方啊 然后两个人又在那边 好像要较劲 看谁 谁先 谁 谁先做出这些 踏出这一步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 嗯 不过啊 因为你们两个人虽然很享受跟彼此这样的关系 那也蛮喜欢对方的 可是 你们同时又还有一点点 虽然是喜欢对 蛮喜欢对方 然后卡住 说不出 那种爱在心里口难开 这种心情是有 可是却又 还没有把对方视作唯一的爱 就是喜欢的程度蛮高的 然后有点口难开 然后又爱爱变 然后又爱较劲 看谁比较占优势 可是也还没有到 说哦 我认定你了 我要我就是要你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们的关系 卡住原因 可能是你们也 嗯 觉得自己条件还不错 嗯 你们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对方很好 其实蛮符合我的理想心的 可是有时候变一变的时候 由于那种 啊那种自我 那种骄傲感有出来 所以卡住 然后 因为对自己有点自信 又觉得 我搞不好还有别人啊 所以 在这样的关系下 所以 以回应卡 天使回应卡来讲 就是这个月呢 你可以保持正向 保持正向就是 因为 我叫你去 往前 其实我也觉得 你做不到 其实这一章 都有来讲是 偏向yes 可是不是绝对的yes 是 我的感觉是 就算我跟你说yes 你也做不到 所以他就给你一个保持正向 保持正向 用正向的言语 去跟对方相处 用正向的心情 来面对这段关系就好了 他自然就会有开展 嗯 应该还是偏好的开展啦 我不敢讲完全的 可是 以上来讲是偏好的 但是 其实这个问题 应该只是看好玩的 因为 他其实偏yes 我刚才讲我偏yes 但是要你真的去告白 或很主动 你不会做 所以你只是 就想看一下 想知道一些资讯 我懂 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看 跟一张最后的 我就是一样就是 稍微去把自己的心扩展 去 你不一定就是 一定要用一样的模式 去面对这些暧昧的关系 这个状态 去扩展它 其实 你可以多跟朋友学习 他们的方式 所以不要去局限在 你原来的思维里面 然后这张是偏好的牌 不要看到这样子 他其实偏好 他的意思就是 你有那个幸运 就是你只要愿意去扩展 成果就会来 所以回到保持正向 其实 这一张 你们这一组就是偏好的 真的是偏好 除非你自己去 搞砸他 真的 我真的也没有 就太爱吵 我不要 我不要拿捏 我就是要一路吵过头 那好几次 那就真的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也慢慢的去 收敛 维持一下 那个频率的话 你们是会偏好的发展 所以 未来会是好的发展 但是告白的话 我看也是不用 因为我刚才讲过 你自尊心念很高 叫你告白 可能你也不想 好 再我们来看 第四组 我们一样就先看天使回应卡 第四组 啊 啊 no 先抱你们 抱抱 拜拜 就是no 好啦 不要太难过 有时候no 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 刚抽到no 刚第一次天购这部牌的时候 抽到no 心情超取杀 因为这把这太直接 真的很打击 我也可以理解 好 然后这一张啊 这一组牌是这样的 no 真的有原因 因为 你现在想的是对象啊 他的工作很烦心的 他常常跟老板的 互动很多很近 然后都一些老板会突然丢一个东西 很神 很荒谬的 然后天马行空的任务 给他 老板甚至还会丢情绪给他 对 然后是突然丢一些 考验给他 所以 他现在跟老板互动太多 然后老板又太容易 丢东西给他 所以 这个时候你要他谈感情 我觉得 不太可能 而且你也太为难他 这样子我真的帮对方讲话 就显得你有点 啊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有点不够贴心啊 你要 我们要有严厉 人家现在就是为工作再烦啊 所以就先不要啦 然后再来就是 玩乐 玩乐就是 这个时候其实 你就是保持的 跟他有一种很开心的互动就好啊 他现在工作压力那么大 那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阵子 你们要进展 的时间 三个月以上 那 我觉得三个月以上 以上还好 因为我是一个 有耐心的 的女人 好不过对于某些人 我知道每个人 对于那个耐心的 那种感受是不同的 有些人的耐心是比较短的 那如果有些人觉得三个月太长 那我就会觉得就 不要花太多心思在 这边的 你就是好好跟他相处 当个朋友 的话 然后 一样我常讲保持敞开 留个非常极小位置 他已经不是小位置 是极小位置给他 就好了啦 然后 保持敞开 多多看看别人 然后跟他就是好的 好的互动 就好了 就不要 不要去想太多 对 然后 现在偶尔他 你会觉得他可能都 不太 有时候会对你忽冷忽冷 而且冷的时候偏多 热是有 但是你会发现 冷的时候偏多 让你可能 觉得非常难过 你甚至怀疑他 是不是 已经有 有跟别人的 暧昧对象 这种很负面的想法 困扰什么 对不对 我知道 但是其实没有 我讲真的应该是没有的 不高啦 没有很低 帮我自己留个厚度 不高很低 好 就是他真的是工作太忙了 所以 不要逼他 好不好 这时候就是当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 宏伟知己伙伴 或是同事 这样子的关系 去 给他包容理解 等他有需要 摔招一聊天 所以就给他一个 如沐春风 开心了你 这样就很好了 然后你也不会常常 受到他情绪影响 因为他忽冷忽热 本身就已经很让人 很不开心 但偏偏他又是属于冷的部分 冷的比例比较高 那真的是更不开心 对不对 好 然后其他状态 对啊 真的是 一直 就是往前 这张有时候在感情当中 只看这张会以为 是不是有第三者 可是因为整体看 我觉得是没 很少 很少 对 不要直接讲没有 害死我 很少 这张给我的感觉是 往那种工作的部分 因为整体盘面来看 对啊 就是一直工作很忙碌 然后他也蛮 现在也蛮想要充事业的 然后加上老板又是属于那种 会突如其来丢很多东西给他 然后又是跟他常常互动 所以他现在也是 战战兢兢 然后他又是属于事业心中 他不可能 就摆烂打 他不会 好不好 然后你们的关系 还是有很多融洽的部分 你看杯酒 所以 只是现在最近 人的部分比较多了 所以 我也不建议 不建议说 你这个时候去冒然 去跟他告白他 你这样就真的 不贴心 人家这时候 很忙碌 你去跟他告白 对不对 好 所以第四组建议就是 我觉得他就很明确 从一开始天使回应 很明确的no 好吗 然后 你们就再熬一下 再等一下 或是不要等也可以 不要等就是 去看看别人 好不好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组 第五组 你看一个天使回应 有没有很开心 是的 就很明确的吧 yes 大大的yes 但是 这个yes很妙 你会觉得我很讨厌 就不给你们一路 开心到底的感觉 对不对 那这没办法 讯息就是这样子 好 有没有看这一张 留意危险讯号 如果只是这一张 就是很糟 就可能对方 可能有在跟别人 暧昧挑情啊 什么的 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 可是因为 你这一张基本上是yes 是yes 但是 又出现留意危险讯号的话 就是你可能稍微 解释一下你们的那种 关系的模式 就并不是说 他 有 有在偷偷的把你渔场管理 就是其中 一条线 你不可以跟他 就是你 你不要跟他告白 其实可以 你可以告白 或是偏主动的方式 但是你要 在告白前 你有几个 功课做一下 嗯 有点这种感觉 你做一下功课 就是 你们的关系啊 有蛮大的可能是同事 是同事的关系 对 所以就是说 而且你们的同事关系 会因为你们的交往 会有很大的 结构性的改变 嗯 所以你有可能是一个 跟他很密切重要的员工 就是你们的互动 那些 在工作上 关联很重的 所以你要跟他告白前 就要先想好 后面对工作的影响在哪 其实你现在跟他告白 几率很高 对方会答应 就算不答应 他也 会认真的考虑 或是说你给他 他可能会叫你再给他一段时间 但是基本上是 那个yes很大 yes的成分九成了 只是说 你们有一些工作上的 一些关系 所以而且是重要的 不是说只是那种淡淡的同事 所以这一种同事几率太大了 所以 这个部分会影响到 你要先整理一下 到底会对你们工作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觉得你有办法去克服 你跟对方可以沟通 克服这些影响 的话就可以 就是 做吧 就是可能才去主动 或是 直接冲一波 直接跟他告白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其他讯息 对啊 就是他会影响你们的 工作的东西 因为你们有太多 这一种工作的能量 在里面要想一下 就是 要怎么样 有会不会是你们公司 是不能谈恋爱的 或者说 呃 其中一个是重要 重要主管 然后你 啊不是我想说 或者说你们两个是属于 那种部门上是 不能有太多挂钩 我这样讲好像 好像那种奠心 反正 反正就是有一些工作上 要的问题要去克服 你们一旦交往之后 会有很大结构性的改变 那你先想想 能不能克服 再来决定要不要告白 不要贸然告白 好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组 先看天使回应卡 重新考虑 重新考虑的话 呃 这一张 我们来看别的 就是说你要再获取一些其他的讯息 或是你查看整个细节 看有没有一些 嗯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讯息就是有可能对方 是有 你并不知道的交往对象 这种情况 或者是 就是 你们的关系 没有你想象中 这么密切哦 有一个一大部分 一部分可能是 你去思考 去去 要说让朋友协助你 去询问 或者去 他的朋友 或是 最好是你们的那种 共同朋友也可以 或是他朋友 他朋友有点难 人家干嘛跟你讲 你们的共同朋友 去打听一下 就是他是不是其实 有其他的 曖昧对象 或是 快要交往的对象 或甚至是交往的对象 这种情况 如果是的话 就当然叫你重新考虑啦 不然就是 白白被打枪的 很尴尬 然后 一样啊 就是想 就要去思考一下那些线索 然后再来就是 你跟他的关系 其实我直接讲 好像 没有你想象中 这么密切哦 当然 我可以理解 有时候是男生是很讨厌 会让人误解 我不是说你 想太多 自作多情 只是要必须告诉你 一个情况就是 有时候 早期我们 可能你年轻 这是好消息 因为该是你年轻 所以 你会认知上 跟对方不一样哦 可是我觉得男生 也要富一点真的讨厌 就是 这一张来看你们的关系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没有你想的密切 甚至可能的暧昧都 不到 那当然就更遑论 告白 那 这样你重新考虑就是去找一些 线索 然后啊 我等一下跟你讲 为什么我说 我不是也不能完全说是 你自己认知错误 我等一下简单跟你们分享一下 希望会对你们帮助 我们先看完讯息 嗯 对啊 因为我觉得对方好像是 有其他更密切的对象 我平良心讲 所以你再 再想一下 或是去快去 想办法去打听一下 但打听不要 不要露出很机会很尴尬 就是你弄一点 比较一些技巧 对然后 在那种环境上好像 目前跟你比较没有那么多那种爱情的元素 然后跟你的相处上也是有保持一种是安全距离 但是这个我确定他不讨厌你 嗯 印象是 不错 不错哦 可是 没有 我感觉他还没有把你当做 一个考虑对象 就是觉得你不错 但是就是好 可能是要 一个淡淡的 有互动的 同事或朋友或同学 对 所以 这一章是 绝对就是要重新去评估 可是他不确又不是 一个 很明确 no的原因是什么 你会觉得他 我刚刚那么淡 为什么 只是重新考下去 刚刚不是有一组 明明就有互动 互动还蛮密切 确实 确实no 那是因为 他们有一些东西要去做克服 这样子 可是你的话重新考虑是 再想一下一些线索 也许你们 未来 是有可能的 只是现在就真的还差蛮 差蛮远的 然后你仔细去想一想那些线索 然后 再来思考 欸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 你可以从 像我们冲林开始 其实我没有暧昧 但是我冲林开始 是这样子的感觉 重新考虑在这边 我的解读是这样 然后我刚才要 就是稍微先聊一下 就是 我真的不是 我刚才就说你认知错 我绝对不是说 啊觉得你很笨 或是 或者是在 觉得说你想太多 在笑你 不是 是男生有几个东西 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有时候男生会 夸女生漂亮 间接或直接 间接或直接 不管 这个你很 我们女生常常遇到 夸女生 不要 说啊 你怎么会觉得这一首 类似这样子的 东西的时候 不要觉得他喜欢你 因为男生 有被训练过 男生都知道 夸女生漂亮 绝对没问题 女生一定会开心 但他可能是一个嗜好 这种嗜好 有可能就是 想要跟你有一个好的互动 这很正常啊 就是有点跟 说 跟对方说 你做的很棒 我们夸奖同事 你做的很好 你很优秀 对男生来讲 夸有女生漂亮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这个状态 所以不要把他过分解读 或是他 男生有时候有一些 好小贴心的举动 有可能指他是一个 比较友善的 所以 所以 不要去 我又不觉得是误解 我觉得男生要检讨 就是怎么 让人家有这种误会 所以就是 要稍微去判断一下 你把他那些东西 一些 对你的一些互动 让你有一些误解的 可能有一种幻想的资讯 去跟朋友做分享 然后多听朋友意见 而且朋友意见 还有人要听男生意见 如果你是女生 你喜欢男生 你要问男生意见 因为女生有时候 我们太浪漫 会加一点 我们自己的感情 你说你问姐妹他 他也说对 有 我觉得他有 我也有时候 也会这样 就是朋友跟我讲 那个男生对啊 我会比较 感性一点点 所以 可以 女生的问一点 女生意见问一些 然后男生意见问一些 那当然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就反过来了 我就 不过我觉得这一组 偏男生 因为女生 不太 女生不太 女生不太 会去夸自己 没意思的男生帅 嗯 不太会故意让男生 误会 我平常 男生比较会让女生 误会 那女生如果让你误会的感觉 却又跟你不是暧昧 那只有一种 你遇到那种 嗯 就是 要有点想想 想要耍你的 那你就 这个就很明确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 直接穿弄 所以这一组 最后一组偏 女生比较多 所以要遇到的男生是 很烦啦 有点博爱 对大家都很友善 然后讲一些 让人家误解的话 可是原来在他心中可能 其实可能 你暧昧都不到 那没有关系 其实他给你重新考虑 就是说你在 关系的认知错误而已 不是你不好 只是认知上 彼此有落差 可能资讯不够啊 或是你还很年轻 之类的 然后对方让人误解 那 那就当作没有 没关系啊 你还是可以喜欢他 我不是说他是坏的 你就没有 然后用一种重新的 方式去做经营 去做了解 那之后可能 就会有好的发展 好吗 那今天呢 六组牌就到这边结束咯 然后 我尽量会多拍影片 那希望大家 能够在我的影片当中 得到帮助 或者是安慰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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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